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就是清华大学设计馆的外面 这里是清华大学设计馆的正门 Hello大家好 我是陈子 现在我们站在清华大学设计馆外面 我们大学呢 有很多非常出众的体育代表队 比如说篮球 足球 排球 马拉松 长跑队这种 今天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一支比较小众的队伍 清华大学设计队 大家期待一下 听说还可以和奥运世界冠军面对面 你们看到那个摄像了吗 那个监控 这边的安保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只有设计队的成员 选了设计客的人 还有设计队的老师们才能进 而且必须得按门铃 喂 你找谁啊 你好 我们是联系好老师的 进来拍摄的 稍等一下 我确认一下 好的 好的 谢谢您的 我们在这里等了好久了已经 他们还是不给我们开门 哪怕提前联系好了都不给我们开门 这安保程度真的是 国家安全局 喂 你们找个人去来吧 谢谢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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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看到了没有 刚刚那两位就是队员 他们都要按门铃进来 对吧 这里的安保真的特别特别的严格 我们终于进来了 在外面吹了很久的西北风 哎呀 清华大学设计馆设计队 欢迎您 耶 来 带你们看一看 这里面是设计馆的视频监控中心 这边是和海淀的公安局直接联系的 所以不用担心有什么事情发生 大家看这里还有个人脸识别信头 陌生人请联系管理员 天呐 这边是清华大学设计队一 设计队人员的一栏表 然后下面就是设计餐馆 随着楼梯下去都是在介绍 清华大学设计队的历史 还有他们的成就 哇 国际交流提高竞技 这边都是我们 清华大学设计队和国外的一些成员的一些交流 刚刚从我身边走过的都是设计队的成员 来 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 奥运冠军 王毅夫先生 现在是我们清华大学的教练 我们非常有幸的请来了一位来自设计队的成员 那我们就让他来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万一杰 来自精华学院 也是设计队的一名部长班的成员 我们可以先看这边 这边呢是50米的靶场 就是50米小口径 小口径呢就是分为三种姿势 立舍 卧舍和跪舍 50米的靶纸呢会很大 然后等会我们可以过去参观一下 这就是队员的训练的一个50米的靶纸 可以看一下 就是基本上打到最里面的这个圈呢 它就是一个10环的拓担点 然后呢就是像它这样的散步呢 虽然不是10环 但是也是非常优秀的 因为它也是要看它的一个集中程度 我们现在呢这个底下呢 基本上都是用的是一个电子靶的散步 就是订电子靶去寄我们的弹钊 所以说呢就可以看到上面 这一排呢全部都是我们的这个电子靶 就是可以打一发 然后就给寄出来它的弹钊的实际的这个 是不是现在国际大山用的都是这种电子靶 对对我们现在比赛的设计比赛的要求 就是说需要用这个电子靶去做 包括我们10米也是 然后手枪也是 它不仅是为了一个保证它的一个精准度 而且就是有利于它这个设计的规范程度 这个就是电子计分计分器对吧 对对对对 就是打一发靶子 就是不到一秒时间 这边就会精准的 这个已经打开了 这个呢就是我们队的一个 对清华大学设计队的队齐 我们就是不允许它走位式的 一般都是要从另一个土道进去 然后我们可以去那边 因为这边比较危险是吧 对对对很危险 然后我们的枪呢 好像这个后座力是有一定的体验的 但是其实压根很小是吧 很小对 它是无伤大眼的说 好嘞 就是你的脸呢就练久了 不会因为后座眼变歪 脸还会变歪 对就是有些就是 我不知道你们用过 我听用的那个枪 后座力非常大 没有没打过吧 那个一打完 你的脸一震 然后一震你脑子一晕 你们也是A类对吧 对吧 我们也是A类对吧 好 那我们现在就走这个 50米的走栏 其实旁边就是那个 因为是实弹道 所以不让我们走特别危险 对吧 对对 所以我们就得走这条 黑黑的小走栏 这下面是啥呀 这下面是啥呀 下面是啥 下面是啥 我 可以 我们以前 就是没有电子把的时候 是那个 就是人工灌把 就是你想象一下比赛 还要打一把 我们这边就有机器 把它放下来 对对对对 你要拿上一条板 拿下来 可以可以可以 把它给徐下来 徐下来 哎 这是一张新的 对对吧 我之前问过教练 我说我能不能练这个项目 我说教练 我觉得我 像这种项目 都是可以互通的 就是我练10米 我也可以来练50米 我说教练 我也可以希望 教练 我说就没希望 为什么拒绝得这么坚决 因为他这个项目 因为枪很重 然后他练的基础非常久 起码 以两到三年 大基础为主 像我 我练10米 7个枪 我可能一年 就可以出成绩了 然后我练这个三年 只是一个基础 然后你得靠时间的累积 然后才可以去 出它的成绩 通常训练的话 是两点钟举枪 然后两点半正好去训练 然后到五点半的 两点到两点半举枪 举枪 就是把枪从枪裤拿出来 并且换衣服 我们有专业的训练服 像我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完全是不可以去训练的 我必须把所有的衣服都换掉 就是从头到尾 对 然后就是我们小学的时候 就有设计队 我小学初中高中都是 我小学就有设计队了 对我小学就有设计队 真的是从小黑啊 哎我们我们比赛后 就是他是会放音乐的 比赛必须要放音乐 必须要放音乐 对 你这是要组装你的枪吗 对 这把枪是 是博爱克 然后是瑞士产的 很帅 他是小伙星 这个胳膊放的有什么 标准吗 随便放 随便放是吗 因为主要是其实是 因为设计它 比较静的一个项目 然后它是起到一个干扰的 对 对我就想说就是 边设计边听歌不会干扰嘛 对我还以为是 它就是要起到一个干扰的 所以它才会 国际设计才会要求的 就是为了让你们在干扰中 还能 对对 还能设计 那配件也非常多 你看就是光是这个瞄准区 然后这些我们在那个 收枪的时候都会卸掉的 就是防止它 就放到枪库被压被挤 然后它就是枪它一致性不高了 因为越是专一的运动员 像我师父这样的运动员 可能越是会注意这些细节 如果说就是你的一个位置变了以后 可能它整体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感觉就会变 是的 然后变了以后 它这个会影响到它的一个成绩 这都是小配件是吗 它全部都要装上去 你看它这个箱子也非常大 这枪大概多重了 8公斤 8公斤 口径才8公斤 然后气部强5公斤 对5公斤 对就是这样子的枪呢 就是咱们就这个手臂的这个力量呢 肯定是要这么足的 咱们也会经常的进行健身锻炼 平板 啊平板支撑 那平板支撑是不是10分钟起步 那10分钟太多了 10分钟太少了 5分钟以上了 5分钟以上了是吧 你这是国产的是吧 进口的 进口的 这比较破 就是射击的时候是穿这种毛衣射击是吗 还有专业区 你看里面这个也是专业的内衬 对内衬 它这个内衬特别贵 滑雪了 这种衣服大概多少钱一件了 内衣套好3000多 然后毛衣好像是几千块钱 总共就是厂商可能也就这么三四家 所以说它我觉得有点垄断的意思 鞋子的话你看它这个比较硬 它主要是起到一个就是 稳定支撑的作用 因为运动员比如说 主要这个鞋的话是 跪舌跟利舌 跪舌的话你想它一个沙带 沙带它运动员是跪在上面的 如果你的这个太软的话 你一直跪的那基本上我们一跪跪50分左右 那个那对脚腕啊 然后这块都会有伤害 所以它是比较硬的 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 然后利舌的话 站在那边它高光嘛 然后底下又硬 主要是起到一个增加稳定性的作用 所以让枪支更稳 设计服的话 其实主要也是起到一个支撑稳定的作用 然后保护移动员主要是有腰部的 因为你站在那边缘的话 长时间的站立 它因为枪比较重 然后它会对腰啊 会有一种损伤 然后它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比较硬 这是设计服吗 对这是裤子 裤子天呐 对这裤子看出来很硬 裤子感觉都有两公斤吧 我感觉衣服比裤子还重 衣服应该得有个3-3.5公斤 我觉得 对夏天这边是不是就一直开空调 不开空调 然后还得穿 对 穿两双腕子 中暑是很正常的 像我以前去年的时候还没来这的时候 那时候小嘛 就感觉体势没有那么好的时候 经常就是练练眼睛就黑了 就看不见了 最终就发白了 这就是我们设计队的高进教练 嗯 他是2000年的那个奥运项目的季军 他这布子怎么洗啊 不洗 这也不洗 洗的就软了 哦 那后面很温啊 你出汗多的话就亮了 别的装箱它得行 这个皮带物怎么旁边手上 就是其他一个就是支撑的 如果说你光用手举的话 一般正常人只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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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一下班长为什么你会在这边选择训练 而不是在那边训练呢 表白墙也是一种训练方式 就锻炼自己那个内在感觉 你可以给他们解释一下内在感觉是什么吗 这就是一个比较悬的那种肌肉记忆方面的 结果比较微妙就不好 不太要说出来 但是实际上是有的 我总不能说他们都没来计划来吧 大家可以跟着我去看一下三位手枪班的同学 这位呢是我们先入学九字班的同学 我们可以来细看一下他们这个枪支 这个是他的型号 这是莫里尼中文莫里尼 我这是短管 像方向的是长管的就不一样 这是长管 男子用的会都是长管 1.1公斤 公斤大家不要少看这个1.多公斤 因为它是靠单手的这么举 你们想象一下就是每个人拿着一个压力 就这么举一两分钟这个情况 而且他们一发子弹是需要激发在一分钟左右 相当于你持续的一枪拿一个哑铃 拿了一分钟 然后你一场比赛是60发子弹 所以他这个训练量还是非常大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村玄同学 现在就是在训习 就是在实弹之前的准备工作吧 是导演版 就是两个眼睛看的话会重影 这个手枪跟步枪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 就是他这个瞄准的这个前面这个点 他们是成一个三点一线 就是成一个三字的一个状态 然后步枪呢是一个同心圆 就是圆在中间 然后靠它瞄准 班呢就是在举枪之前呢 会比心凝神的稳一下 然后再进行贴塞 然后这个时候 会为了更好的帮助我们技法 我们步枪呢就是有两种拖枪的方式 一种是拳拖 就是像师姐这样的拳拖 另一方面就是长拖 就是可以看到这个基本上全部都是在 10.4以内的一个成绩 它大概是在10发左右 如果说你发发都能保证10.4以上呢 基本上就可以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 经济水平的一个状态了 本来我第一次来嘛也没选过这个设计 我其实是很想体验对吧 然后看到一个个大佬在那边射 射击可惜管太严了 那就算了吧看看就好了 这边前面呢就是学生在这边上课 队员呢是在那边训练 应该是五一按 然后它指就会 给我 然后换一张指 回去 就是一个输送拔指的那个 一个机器嘛对吧 输送拔指然后 推到这就开始 这些应该是他们设计队的对训吧 还有我们清华大学的校训 我们的金管小姐姐来了 这就是你们的三千块钱的贸易 这个是三百块钱的国家贸易给他们 这个就是我们的 这边有一个专业的设计手套 就是这个是保护我们的手掌 然后以及就是我们手上就是练久了 可能都会有起老捡的这样的情况 就是可能现在看不太出来了 而且还没有我动 这个时候也有大手 对我这是S号的手套 对一般男生要M或者是L的吧 可能还有XL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枪架 一般就是跟这人的高度而定 它基本上就是在这个肩膀的 这个上下一点点 那如果是我的话是不是还得 还得上 对啊你看它的那个 那个枪架就很高嘛对不对 然后就是我们可以把枪就是举的时候 从枪上拿下来拿上来 然后放枪的时候就把它拿下去 我们是不放在这个桌面上的 气枪的气瓶 然后需要充满气才可以就是有足够的气打出来 把子弹推过去 那边有一个充气的管 然后一般我们可能是要过150才可以 算是可以打子弹 就是可以不影响我们子弹的弹道位置 这是不是声音会不会打 嗯 应该没有声音吧 嗯对你看 你看我过这150了嘛 但是不可以过这个红线哦 就是到了红色区 它可能就有可能会炸这个气瓶 按理来说 我们尽量是不要站在它的后面的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它如果这个气太足了 就像它就有可能就冲 就我我这个一拧开 我没拧好它这个气瓶就 就直线了就是冲出去 对对对对 之前有哦 他们就很危险 不是我们队里 就是别的专业省事对不对 嗯 这个可能还得要点力气 这个可能还得要点力气 对吃的有点好 对吃的有点好 您是什么呢 就连我胖了 自己计不上 你能计什么 就是快计不上了 就是快计不上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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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be you should pull the fucking trigger yeah why you believe in the propaganda why everybody sound like they want to be from Atlanta are you the voice of the echo are you the nail of the hammer